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 这里是东学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唐诗300首》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李商尹的《七言律诗》 跟大家可能都逐渐要发生审美疲劳了 你一看这首诗呢,发现又是无题诗 而且无题诗呢,又是两首啊 好像和之前的节目呢,又发生了一点重复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277页 这两首无题诗呢,应该是我们讲解的最后两首李商尹的《七言律诗》了 同样的和之前的诗歌的套路也有相似之处 表面上看是一个苦闷的单相思寂寞的爱情 但是深层次可能表达了李商尹的这种怀才不遇的这种怨恨 这样的一种情绪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试着解读一下这两首诗歌 表面的爱情和深层次的这种政治上的失落都好好的看一看 今天呢,这一期节目我们先来讲其中的第一首 就是《凤尾香罗伯己虫》这一首无题诗 首先呢,咱们还是来看一下全诗的内容 无题其一 他给你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场景 具体到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你写这个画面 叫《凤尾香罗伯己虫》 凤尾香罗啊,这个香罗就是带香味的这个床杖子 因为古代的那种老式的家具床啊,它床上面是有架子的,上面再围一床杖子,把整个床给围起来 比较私密的一个场合 所以这个凤尾香罗就是带有凤尾文装饰的,带有香味的这个床上的罗杖 那么伯己虫呢,啊,就是它是层层叠叠的罗杖 它还不止一床杖子 那批空而来的这一句,它为什么要写这个凤凰花文的床杖子呢 后面就说了,叫碧文圆顶夜深风 啊,这个床杖子上面是圆顶的杖子 然后呢,这个碧文就是上面还有碧绿色的花文 这个文就是花文的文 所以碧文圆顶凤尾香罗一直在写这个床杖子 那么这个装饰的这么华丽啊 又是翠色的花文,又是凤尾的图案 那你说应该是男人的床还是女人的床呢 其实它就是非常曲折的给我们点名了 这是一个女子的床铺 然后夜深缝,就是夜已经很深了 这个女子呢,没有睡觉 还在缝制她的这个床杖子 而这么华丽的床杖子 一般也不是平时要用的 那所以你看,她应该是一个深归寂寞的一个女子 闲得没事干,夜里不睡觉 在这缝这个床杖子 所以你看这第一句,第二句 给我们诠释的是这样的一幅画面 我们心里就知道了,这首诗歌的主人公是一个单身女子 就是独处相归,并没有人陪她睡觉 然后后面三四两句跳得非常远 那她直接切换到了她心中的想念的这个画面 就是表面上这个女的正坐在这缝杖子 她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呢 已经回忆到了过去 所以三四两句和一二两句并不连接 她跳转得非常远 叫擅才越破修难掩 车走雷声雨未通 在一刹那之间 你想一个人手里头干着活 但她脑子闲着呀 所以她的脑袋里就胡思乱想 一点一点的在回忆过去的一个一个的片段 这第三句擅才越破修难掩 就是一个片段 而这个片段里的这位女孩子在干什么 可能是第一次见到她情郎的面 回忆起当初刚刚相见的时候 那个羞涩的样子 擅才越破 我们可以看注解里面 这是汉代时候的一首诗歌里的句子 就是才为和欢扇团团如明月 叫扇才越破 就是这个扇子呀 像月亮一样圆 因为古代大家要知道 在唐朝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并没有折扇 就是唐代以前的扇子都是团扇 一个圆圆的一个瓣 然后就这么扇 讲究一点的就用这个沙绷子来做 是白沙扇 但是要稍微的这个不怎么讲究的 比如大蒲扇 对吧 拿个叶子也扇一扇 就是这样的 团扇 然后后来是扇子传到了日本之后 日本才逐渐的研发出了折扇 因为团扇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叫不方便携带 圆圆的硬硬的 你不可能把它折叠起来 那折扇呢 平时打开了你可以扇 但是你合上了就一小条 你就可以带着走了 所以这个时候扇才越破 修男也 因为女孩子和这个男孩见面的时候 你要表示一个大家归秀的稳重 所以你要怎么样呢 你要非常的这个羞涩 不能大大咧咧的 所以手里面拿着团扇用来遮他的脸 遮住自己的脸 不让男孩子看 同时也把脸上的这种羞涩也给遮掉了 所以叫善才越破修男也 还善也遮不住 我第一次见你的这种羞涩 那你想一想啊 就好像这个初恋的时候 这个情窦初开的景象一样 然后车走雷声 雨未通呢 这是后来 就两个人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就分手之后 再也没有相见 就断绝了消息 这个车走雷声啊 之前我们是解释过的 就是曾经也是在李商隐的这个诗歌里面 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叫芙蓉堂外有轻雷 这个轻雷就是指的这个木头车轮 在石板路上 这个轰隆轰隆的声音 好像打雷一样 车走雷声 就是这个男人的马车 或者这个女子自己的马车 轰隆隆的开走了 但是两个人之间一点话都没有说上 说白了可能在告别的时候 都没有好好的道个别 没有说上话 就天各一方再不相见了 所以三四两句 就是他在一边缝这个杖子的时候 一边脑海中闪过的画面 就两句话 已经把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和最后的分别给你描述了一下 就是刹那间过完了这一段爱情的全过程 所以这个写法真的很高级 给你看一个开头 给你看一个结尾 那至于中间重要吗 对作者来说很重要 但是对读者来说 留给你自己想象去 就是我告诉你开头是怎么样 我告诉你结尾是怎么样 中间你自己想象 但总之这个故事是一个好结果 还是一个坏结果呀 这段感情最后也就这么样 无疾而终了 但是这个女子在分别之后 其实还惦记着这个男子 对不对 所以叫曾是寄疗金镜案 断无消息 石榴红 在分别之后 又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呢 就是曾是寄疗金镜案 一个人在夜里面孤独的等待 等到这个灯火呀 都慢慢的暗淡了下去 换言之什么意思呀 要么是油灯点到了尽头 要么是这个蜡烛烧完了 这个金镜就是指的 这个蜡烛或油灯的火苗啊 慢慢的变成了灰烬 就烧完了 就是一盏灯点着 一直等等等 等到这个灯都烧干了 我也孤独寂寞的等不到人到来 只能一个人待着 一个人待着 我又睡不着觉 翻来覆去的在那幻想 来享受这份孤单 然后断无消息石榴红呢 就是石榴花红了 石榴花又红了 一年一年的这么过 但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传来 说明这个男的呀 可能早把他忘了 可能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再也没有给过他一些联系 那么这个女子呢 就只能独守空归 一直等待着他的到来 但是等等等等不来 熬夜熬夜 一宿一宿的也等不来 是这么一种状态 然后最后两句就发出感慨 同样是相思之情 叫班锥止戏垂扬岸 看筑解啊 这里面其实暗用了古时候的诗歌 就是清商曲词啊 这应该也是南北朝时期的这个民歌 叫路郎乘班锥 就是情郎啊 本来应该乘着班锥马来找我的 可能这个情郎的马 就系在离我不远处的杨柳岸上 但是这个人怎么样 就是不来了 何处西南带好风 就他不来 那我也可以去找他呀 这个时候又用到了曹植的诗 叫愿为西南风 成事入军怀 我呀 想像西南风一样 呱着呱着就呱到你怀里去 换言之就是 男的不来找他 他已经迫不及待的 希望能够去见男的一面 可是呢 也没有办法像西南风一样 那么自由 想去哪就去哪 只能独守空归 半夜缝着这个床杖子 所以这一首主要描写的 就是归中女子的 这种对情人的相思 和这种寂寞的独自生活的 这么一种苦闷 大好春光 白白浪费 所以这首诗 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是想情郎 而想不来 我们之前也多次说过了 古人的爱情诗 有些是真的爱情诗 有些是表面爱情 实际写的是自己的人生经历 就是官场上的失败 被权贵们排挤 被皇上放弃 都有可能用这种 爱情失落的 孤身女子的形式来表现 这个时候他怀念的情郎 其实就是皇上 其实就是当朝的权贵 所以这首诗 有人认为就是写 龟中女子的寂寞 但是因为古人有这个传统 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 这是在写自己的怀才不遇 两种解释都能通 但是你看他写得很细腻 很曲折 文字上很华丽 很精美 这就是只有李商隐 能写得出来的状态了 所以我们在读诗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字句读通了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享受一下他的文采 那至于说意思 那各有各的理解 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所以结尾呢 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 整首诗歌的内容 凤尾香罗 搏几虫 碧文远顶 夜深逢 善才越破 修难掩 车走雷声 雨未通 曾是寂寥金进暗 断无消息 石流红 搬追止系 垂阳暗 何处西南 带好风 好 时间关系 本期节目 我们先到此为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